施连福曾经在建筑工地工作 担任挖土机操作员20多年 他说自己去年在工地发生了意外 当时他发现挖土机的挖斗松动 下车查探的时候 由于路面不平 结果摔了一跤 但是当时并没有目击证人 施连福说事发后肩膀有时还会痛 但由于他在这家公司上班不久 所以隔了一个月 当他完成试用期后才通知雇主 并且到综合诊疗所就医 他过后动了右肩秀修复手术 手术后施连福尝试向雇主追讨赔偿 虽然在工商赔偿法令下雇主一定要跟雇员购买工商意外保险 但是律师说在一般情况下如果要锁藏还是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意外发生在工作场所 如果说一个工人他在工地跌倒的话 那他得要证明说他是在工地跌倒的 那么一般上你也得要证明说那段期间你是在为雇主服务 那么如果说他当时没有及时的收集到任何的证据 比如说他的那个工作伙伴 或者说当时他有没有打电话告诉人家说他跌倒 这些都是当场的一些证据 目前施连福离开了事发时的那家建筑公司 而他本身始终也无法证明他是在工地跌倒的 没有人 没有人看到 没有拍照 我手机全部在上面 我不在车上 我的药包在车上 其实 在工商赔偿法令下 员工在意外发生后必须马上通知雇主 然后通过人力部提出索赔 在接受医疗评估后 人力部将计算赔偿金 然后通知员工 雇主和保险公司 客工汤增顺在工地发生意外时 就第一时间通知了雇主 然后申请工商赔偿 劳工总监在今年7月下令雇主赔偿他12万2000多元 但是雇主却没有立刻给予赔偿 律师说 商者可以申请执行令 向雇主进行强制性的索赔 甚至申请让对方清盘 如果雇主不愿意做的话 其实工人是可以向法院申请雇主清盘 或者说破产的 或者说就是向他其他的一些财产 进行执行扣押 这可以进行的 不过律师说 雇主如果真要清盘 公司的财产够不够抵偿赔偿额 也是个未知数 为了避免意外发生 而需要处理接踵而来的问题 其实 保险公司也可以在评估 职场安全问题上发挥作用 保险方面其实在外国 很多保险公司 他们对这个安全方面是非常注重 他们会评估说这间公司 它自己本身的这些安全管理方面的 一些机制到底是不是在运作 他们的安全方面的表现足够吗 如果他们觉得这间公司做得比较好 那他的保费可以降低 那间公司表现不太好提高 甚至于不让他保 所以这个保险公司其实可以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角色 不过在本地 我觉得这方面还非常欠缺 根据人力部的资料 截至2015年6月 本地有大约5万名年龄在55岁以上的公民或永久居民从事建筑业 近年来 这个年龄层的公有在工伤意外中受伤或死亡的 每年增加2% 因此在评估安全风险时 部主可以多加考虑年长公有的身体状况 RM2也把个人的因素 包括他身体有没有怎么欠陷 包括他有什么病 他有居高症 或者他有没有高血压等等这些东西 包括他的年龄也许 他的体力 都考虑在这个评估里面 所以当这个评估小组在做评估的时候 当某一个人被指派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也必须考虑到他个人的身体的这个极限 所以如果是RM2是很好很正确的去执行的话 这群人是会被照顾到的 另外随着人口老化 保障年长员工的安全就显得更为重要 因为新加坡慢慢就老年化 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年长员工 雇主在聘请这些员工的时候也要特别考虑 不能够说老年人就不能够做那些 有一些危险性的工作 只是说我们设计那个工作 到底我们有没有把它一些调整 让它有一些不同的配备 来帮助他们来做这些工作 每轮每换的高楼大厦 都是由建筑工人冒着一定的危险搭建起来 为此在推动城市发展的同时 也应该加强工艺安全 向着林商王的目标努力 午餐时间 她到电影院去睡觉 这是为什么 这次对种情学会 首先 Fo Harinda 对我 Gibbs local